这个昨天放假的时候 那么有一位 就读警察专科学校的男学生 爆出放假在外面买春 遭到硬招战业者指控吸毒 甚至还殴打小姐 那现在被掳走痛殴 很一状况我们联系给记者李佳燕 好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 一名身穿黑衣的男子坐在车里 面带恐惧地说出一些话 今天去开妹妹 然后想抢妹妹的钱 还打妹妹 吸毒 吸什么 可以啊 你在干嘛呢 无警砖啊 说自己买春还抢钱殴打人 甚至是吸毒 会被录下这段影片 原来是因为这名男子做了这些事后 被掳走 所掏千万两千元放人 会被掳走经调查 是这名林姓警砖生 16号深夜前往永和一楼一凤 寻开心 谈透全套性交易价格4300元后 林姓学生疑似趁小姐洗澡时 把钱偷走 结果残招应招战 蔡熙男子等人为师殴打 还强拉上车拍摄这段影片 明明没吸食毒品 但还是被要求要这么说 随后又将影片上传 请专学生群组 并威胁家人 要支付7万两千元处理费 过程中林姓学生 撤乱脱跑 但又被逮到 最后被丢包在桃园龟山 身上的4300元 也被洗劫一空 直到他昨天下午刚紧报案 让我们听一下稍早访问 新调查是因性交易纠纷所引起 本案以暴行新北地监指挥 目前依妨碍自由伤害本案共居提 七年一半写到案 检查专科学校是否真的又再度爆发风际问题 还有带点新调查 以上是掌握消息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